从事建筑业的屋主夫妻 在工作的机缘下买下了这间 拥有副层空间的新城屋 希望能够为家人打造一间 悠闲舒适的度假场域 屋主特别希望 除了可以容纳多人聚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也能拥有一间让少数人谈心的私密空间 让我们看看翁子傅 肖凯仁两位设计师 如何在这间和室之中 加入属于他们的巧思 这个和室其实也包括在它的机能 以及它的收纳都有找不到 是 那在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和室里面 我们一样也安排了电动升降桌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家人聊天 总是要有一些吃点心 喝喝茶 而不是单纯这样聊天 好像有点干 这个都帮它闪到就对了 给它一个就是这样子机能的和室桌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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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